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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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合约要签 我已经等了您很长时间了 其实这个合同呢 你和谁签都是一样的 您好 下这么大雨 进去坐一会儿吧 不用了 我们这儿有位客人免费准备的伞 如果您需要就拿走 用完了再还回来就好 去吧 安宇 我这儿不是什么便民服务站 我告诉过你 我要的是高进职人群 高进职你懂吗 店长我懂 我心里有数的 他这人就这样 没事 那姐姐我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我们川河门店上个星期的业绩如下 徐店长一百五十万 进来了二十万 苏大勇一百一十万 李舟九十万 安宇五百万业绩 总业绩方面 我们依然排在所有门店的店铁 这就最后一个星期了 所有人都用点心 我可不想刚当上店长 就这么丢人 元 元气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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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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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会吧 好 欢迎光临 你好 请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爸 我还不快去泡肠 爸 我还不快去泡肠 好 好 妹妹 我姓许 是这家店的店长 要不咱们去那边单独聊一聊 对不起 我跟你不熟 我就找这个姐姐 我会根据你的情况呢 做一份详细的规划 我当然信任你 但是我今天没有带身份证 明天 明天下午两点 我过来找你签合同可以吗 没问题 不着急 感谢你的信任啊 投资理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你也再仔细考虑一下 那我今天就先走了 好 我们明天见 送你 好 来 这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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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有些人就是厉害哈 天天在这店里待着 都有业务主动找上门来 没想到这女孩那么有钱 李柔 咱们这个月的业绩 和门店倒数店的业绩 差多少 八十五万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签下这一单 我们就不用垫底了 我就说 有不帅气的吗 都别高兴得太早了 一个小姑娘的话 可欠度能有多少呢 要是她被放了鸽子 我看她怎么收成 别到时候被放了鸽子 我看她怎么收成 别高兴得太早 一个小姑娘 能有多少钱呢 最绝的是吧 李舟 还不赶紧胖长去 热到 好玩吗 喂 莱莱 安洁 你什么情况 周明突进到你半个小时了 你就让我说的办 去把合同签了 不行啊 许静雅现在把店里的人全都支开了 我连靠近周明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店来了 不说了 赶紧回来 店长 怎么了 店里没水了 你赶紧出去买点水去 要不我们叫个外卖吧 我是只会不动你了呢 还不快睡啊 好吧 来 妹妹 对不起啊让你久等了 阿宇她这个人就是这样 老是迟到 我都说过她很多次了 可是现在电话都打不通 怎么办呀 不过她是刚入职的新员工 我也不能说她什么 可是我身为店长 是一定不能允许 自己的员工影响到签约的 更不能影响顾客的时间 妹妹 其实这个合同呢 你和谁签都是一样的 你现在等下去 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 对不对 你和谁签都是一样的 嗯 嗯 不 副总监 稍等一下 你那个时间啊 这这个时间啊 这个时间啊 这个时间啊 那副总监 您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我说了让你等一下 你没看到我正在说这么事吗 门店还有合约要签 我已经等了您很长时间了 等很长时间怎么了 我们新员工还真的是没有耐心啊 什么啊 副总 还发上火了 你先回去 本来呢 看你入职卓越以来表现不错 今天叫你来 就是想上报集团给你一个表彰 没错 安逸最近表现是挺好的 谢谢啊 副总 替我们人事部想得这么周全 可是呢 你今天的表现呢 真的让我很失望 年轻人 一定要借交 借造 不能因为有了一点点成绩 就骄傲自满 这样吧 今天你先回去吧 表彰的事呢 正好姜总监来了 我跟她再商量一下 二十总监再见 二十总监再见 丧丧 你怎么知道我在卓越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卓越啊 是金莱来给我打的电话 我都在卓越楼下等你半天了 对了 他说你要赶时间 对 来不及了 那你坐稳了 我要加速了 妹妹 安逸都不过来了 你要是再不亲 那咱们在这儿刚耗着也没意思 对不对 没关系 我有的是时间 不是 你 对不起啊 我俩晚了 我俩晚了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一直要等我呢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个下雨天吗 我在你们店门口躲雨 你留了一把伞在门口 你留了一把伞在门口 于庆这个地方倒是下雨 可是只要每次下雨 我爸总会在教室门口给我留一把伞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爸带着我 开了一间交通菜馆 我每天放学的时候 都会去店里帮忙 后来 我们家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我爸也越来越忙 陪我的时间很少很少 我以为他不在乎我了 不爱我了 所以我和他大吵了一下 说了很多伤他的话 你吃药了吗 吃了 您又抽烟了 都说了您现在身体状况不可以抽烟 不可以抽烟 您为什么就不听话呢 好好好 爸爸以后一定听话 其实他那么忙都是为了我 我 那个时候他知道自己病了 要为我多赚一些钱 可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已经病了 他对我说每一句话的时候 他都很疼 一个月前 我爸走了 我连再对他说一声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从小到大 你有什么要求爸爸不答应你啊 你爸在去世之前 一直在叫你的名字 他说他守住了自己的承诺 没有再抽一个人 两天前 我叔叔把我们家的店也盘走了 我叔叔把我们家的店也盘走了 我现在除了卡里那些钱 我什么都没有了 在这个世界上 我只剩下我自己 我只剩下我自己 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就在几年前吧 我爸爸也走了 我最后都没有看得过他 我最后都没有看到过他 所以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可是生活不是还有积蓄吗 对不对 我们把这些钱 好好地规划一下 那毕竟是你爸爸的心血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爸爸也希望你过得开心嘛 来 你告诉我咋想的 你咋想的把店开在这种 鸟不拉屎的地方 你不会真的为了暗雨吧 要是真的是呢 你脑子是进水了还是进水了 你有钱多得没地儿花呀 你还摆个这个大历史的 你还摆个这个大历史的 你挺有钱呀 一天天 这门你花多少钱 一会儿咱们气势上肯定不能说 对 好好去呀他们 暗雨 暗雨来了 有人吗 有人吗 老板 在吗 谭本瑜装得七七八八了 看这品味还不错诶 比我们店 可是高档多啦 比我们店 可是高档多啦 看这些雕塑呢 也是有审美的 那完了 我们遇到对手了 这咱们怎么比啊 不能认输啊 对不对 再怎么说 这片的经济也是我们的活的 就是啊 我们还跳黄肠舞呢 谁啊 你好 而是庄秀师傅还是 我们未来的邻居啊 我们就是过来看看的 有人呢 你好 你好 好 呀 我 我 你是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